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胜 然后我叫观众朋友们讲解一下 就是在说让我们在经济实践走深到一个真理 就是在说我们世界上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很多多重人格 相信各位观众朋友们也有听过关于人格分裂是一个事情 那我就记住这个人格分裂是每个人都必须存存在一个东西 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是跟大家讲说这个人生会有七情六欲 那会有七情六欲的话就是说你在每一个时刻 你在生活中你都有不同的想法 你不可能说一直保持同一个境界 你不可能说专注于同一个想法 我说不可能的 就是说你的想法你的感受你的感觉都会一直变来变去 什么意思这个举例来讲我可能走在路上 那我可能走在路上说我可能就是专心看路 那我可能其中一个人格 就是说我这个专心走路看路这样的一个理性的一个人格 但如果说假如说这个路上出现一些美女 那我就去瞄捏美女这样子 那我起见就出现第二个人格这样子 那你的第一个人格就会约束你的第二个人格说 欸不要乱看别人啊你是变态是不是啊 但另外一个人格又会想要看 所以说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意识的流转 所以说很多人的这个意识流转流转就是变来变去 那什么是这个意识的流转 意识的流转其实就是说呢 你的内心会一直有很多这个想法 那这个想法都不断的产生啊不断的这个变化这样子 那就是其实就是说当我们在这个经济圈一个期间 然后这个走为这个正道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在说我们就要消除我们的这个烦恼 那消除掉我们的这个意识的一个流转 因为我说这个意识为什么会流转呢 因为意识就是说人的这个意识都一直不断的一个生灭 不断的生灭 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佛经理解 就说佛陀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的这个内心 就说我们人的这个五蕴啊这个五概啊 它是其实会一直变来变去的 所以我们的这个内心每分每秒都在死掉 那我们的内心死掉之后呢 它为什么不会不会说什么感觉到我死掉 因为它会在生出新的意识啊 所以你的意识就不断生生死死这样子 所以你的意识就不断一直的生灭一直的生灭这样子 那我其实这个时候呢就是说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修行实验走一正道的时候就在说 我们就要停止这个意识的一个流转 就是说我们修行的话就是专注在同一个目标 然后专注在同一个感受 专注在同一个想法 专注在这个同一件事情 然后就是一直往里面去这个修行 然后去这个观察 然后去这个观治这样子 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的意识就不会一直变来变去 就比较不会会有这个人格分裂的一个问题哦 如果说什么意思哦 这个具体来讲的话 这个举例来讲就像说 我不是跟各位观众朋友们在这个这个讲解 就是说在我们在这个精进修行实验 然后那个走一正道中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精进修行的时候 就是说这个晚上不睡觉嘛 很多人就是说东方圣人 你怎么可以这个晚上不睡觉 那我其实就是说一般正常人 就是说会有一个这个心理吧 要睡觉要睡觉这样子 那一般的人呢可能工作没做完 他就会想说 我工作没做完我还不能睡 我还不能睡这样子 就是说两边就会这样互相平衡 然后在那边硬撑这样子 那我说呢 其实我们先行实践的话就在说 我们先行实践的话就在于 保持好专注于我们的一个心念哦 让我们的一个心哦 不要这个乱动这样子 就是说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去这个克服嘛 克服说呢 我的这个意识在流转 就是说睡觉的不是一种这个生理机制哦 睡觉是一种心理机制哦 那他这种心理机制 这个机制的话 他就有不同的这个人格 那那个人格的话 他就会催促你赶快睡觉 那当然也不完全是完全是心理啊 就算是生理作用 然后才引发出来的这个人格这样子 那我说我们的修行时间 就是要去克服这些东西哦 那让自己的这个意识 不要去这个流转这样子 不要在于这个生命这样子 停止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命 那当然呢 这个修行呢 要慢慢去这个约束啊 慢慢去这个自律啊 慢慢去调整 慢慢去修这样子才能够成功 好的 那么这集就讲这边 还请各位观众朋友们 赶紧帮我们这个订阅 咱们想大拜拜